剛才上次二點空 燈防水二點空 也是影響中心 官部委員 上禮拜理法院要針對燈防水 二點空 無共申調部份 計劇協商 等到有共申的 二三讀通過 稍微到這後 三十五百姓 民間團體和理會 都好 應該要在休息之前 三讀幫我水條例 跟所有的稅法的修法 為了這個處境 政府 提出燈防水二點零 救水標準出來了 只要不受它 結成共有 也沒稀人做優惠的利用 不是自己住的房子 六度效用的稅率 一定是三點二%起跳 那不是六度 是二點八%起跳 另一天已經送出財政委員會 原地上禮拜理法院 要針對無共申的條文 但已經來繼續協商 有共申後就能二託三託通過 想不到中期末要是無控百姓 能夠在這最後兩個禮拜 讓他順利的三讀通過 民間團體表示 財政部在今年七月 提出改革方案 十個車把房屋水條例 修法修案三十五歲 而且對外表示 今年年底修法如果通過 日空二十年就能來實施 昨房屋二點零改革 其實是萬來正義 不過以目前心機的進度 還會在春的月期內 三報通過讓人覺得很煩惱 另外占水組金低口改革的部分 目前所得稅法第十七條 占水處租靠度規定 實力計靠度十二萬 不過這個壓度是一九九九年的行政 跟目前的行政是差很遠 十二萬的額度 跟標準扣除額的差距也是很小的 更不要說就是要冒著得罪 房東的那個風險 就算房東同一的話 其實基本上對繳稅負擔 也沒有什麼幫助 民間團體認為 房屋水條例跟所得稅 發這兩項有關基礎政議的法案 如果沒有辦法三讀通過 會讓法案剛到九期 沒有連續整個黑幼期的情形 記者總署報道